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雅加达中部的邮政大楼 那这个建于1764年的邮政大楼虽然外观还保留着原有的复古模样 但是里面已经成为了年轻人非常流行的公共创意空间哦 那我们赶快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吧 雅加达Boss Blog的成立 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国有邮政企业 与私营企业合作的成果 把荷兰东印度时代面积为7000平方米的前邮政大楼 改造成了可举办各种艺术、文化、娱乐、会议等活动的公共创意空间 并赋予我国微型中小型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 今年10月Boss Blog第一阶段的改造已顺利完工 占地2400平方米的公共创意空间以为大众开放 里面有各式各样有趣的店面和公共设施 很快就成为了近7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娱乐场所之一 我感到害怕这些年轻人经常遗憾到现在的年轻人 而在这些年轻人的状态 这些年轻人经常遗憾到现在的孩子 带来更多的福利和机会 现在已在这公共创意空间开店的商家纷纷表示 能在这样既古老又充满朝气的地点开店 感到非常高兴 谁也没想到百年过后 这座历史悠久的邮政大楼 在这新的时期又当当起了文化 休闲 娱乐场所 这样的新的历史使命 美读新闻 廖碧玲 瑞福吉亚迪 采访报道